腾讯0700中期顺利按年升21%-620亿元,人民币 下同,好过市场预期,腾讯第二季度收入和利润的表现理想 第二季顺按年升37%-331亿元 截至6月底,微信及WeChat合拼猫再创新高达到12.06亿 同比增长6.5% 腾讯业绩超预期主要由增值服务业务大幅增值所带动 相关业务收入贡献占比较大及利润率较高,细分来看 集团第二季增值服务收入按年升35%-650亿元 当中网络游戏收入增长4%-383亿元 增长主要由和平精英、王者荣耀等国外游戏 及海外市场的智能手机游戏收入增长推动 另外 内金融科技及企业服务和广告收入也在第二季有明显改善 收入按年增长3%-298.6亿元 主要反映日军交易量和单笔交易金额增加带动商业支付收入增长 以及理财平台收入增长 加上公用云需求增加带动整体云服务收入增长 云服务及其他企业服务受惠于各行各业普及使用数码化 商业支付和理财平台业务 在用户和规模上均有增长 尤其餐饮及零售等行业的支付解决方案需求上升 推动了金融科技收入的增长 内地疫情平稳 打机需求回复正常 玩家游戏市场或回落至正常水平 不过腾讯大部分手游进入高增长周期 支持游戏业务在未来2-3个季度继续维持活跃 另一方面 市场预期英雄联盟手游年内有望推出 海外大热的使命召唤手游也已在内地获发版号 获准商业化 不过其下地下诚与勇士手游因游戏内防沉迷系统需要升级 推出时间推迟 随着集团随出新游戏 料下半年手游收入可延续上半年高速增长 有利集团股价进一步上升